在端午节雨后的一个清晨 我们自驾来到了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 这里呢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 整个村子呢是坐落在九座山峰府冲的一个地地 看起来这个地形呢像是九龙戏珠 而这里面呢居住的竟然是 隐居了一千一百多年的最后的匈奴部落 非常的神奇 在这里呢我们还遇到了当地的匈奴大妈 阿姨您好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匈奴的后人 是的 您信什么呀 信心 而整个村子外面呢十分的惊艳 种植了大片的薰衣草 真不知道匈奴在隐居这里一千一百年里 他们如何生活的 哇 雨后的南西古寨啊确实好 这是匈奴的最后一个部落 换句话说呢就是 一千一百多年来 大山深处最后一个匈奴部落 这旁边又种了很多的这种匈奴草啊 到处飞的是蝴蝶 真是个世外桃源啊 令人向往 这些蝴蝶都不怕人 在你身边飞来飞去 看到没有 好多的蝴蝶 哇 有人说呢最后一只匈奴部落 根本就是去了河南了 去了河南了 不是河南啊 其实呢这一只匈奴部落是哪里来的呢 这只匈奴部落啊是 一千一百三十多年是名副其实的大山深处最后一个匈奴部落 看看啊是后金蜜底第四十八代孙 金桥公碧皇朝之乱啊 他们一千一百多年呢都没有离开这里来这里过着原始朴素的生活 哇 前面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个神秘莫测的匈奴部落了啊 隐约在前面看到一个古房子 那应该就是匈奴的房子 匈奴人的房子啊 居然是这个样子 很难让人相信啊 这个房子很特别啊 在村子外面 不在村子里面 这个结构看起来很复杂啊 和我们以前看到过的房子都不太一样 看看 很有特色了 里面像建了一个一个的蒙古宝啊 房子建在房子里面 看到没有 里面还有一座房子 很特别 我们来这里要注意一个细节啊 看看 这个梁呢 很像一个工 因为他们 这个匈奴啊 是西北部人 他们善于用弓箭 骑马射箭 所以呢 这个房子呢 又表现了这种匈奴 很浓重的特色啊 现在不太好进去啊 这个匈奴村庄啊 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 它叫做南西古寨 我们终于进了村子了 很美啊 一村口而建有三座古桥 看到没有 这个桥呢 约为两一桥 我记得这个桥上次来的时候是 还没有这么宽 可能是为了方便游客开车进去 然后把它增宽了 这边呢 就是长长的溪水啊 一条S级的溪流呢 一直传到山上 哇 非常的美 整个南西古寨呢 这里有一个简介啊 看见没有 村里呢 全是金姓 凶奴厚裔 具足而居 为什么金姓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因为金米迪啊 归顺了汉武帝 汉武帝次其金姓 这有祭神坛 这里面有他们重要的法器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啊 这个法器呢 叫做祭天金人 雨后的山里啊 真是空气非常的清新啊 哇 祭天金人 据说是不知后来哪里去了 下落不明 所以导致巡奴人啊 不知道后来有没有祭天啊 但是现在仅剩一块碑了 南西射神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这个出口这里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祭天金人啊 它是一个人形的金人状 这就是他们的神物 这是到了村子的居住区了 南西古寨 哇 感觉这里的生活很古朴啊 这个房子呢 是个距今可能五六百年的这个祠堂啊 这个祠堂就是他们这个 金秘历后人金市的祭祖的祠堂啊 金市宗祠 看到没有 门前一条小溪 哇 这并不开门啊 这是省文宝单位啊 祭祖的祠堂 这里面啊 其实我上次进过 他们这里面 还有像中的九五至尊的东西 看这里记载的啊 建于公园1583年 它是草原风情与灰派建筑相融合的特点建造体 看到吗 匈奴的商店 它这个房子建的好像是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 好 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匈奴的后人 是的 您姓什么呀 姓姬 那您就是这里滴滴道道的匈奴后人 对吧 是 我问一下您啊 您这个匈奴有没有这个文化呀 有什么这个文字 还有什么 有的 有固有的文字是吧 我听说这个匈奴部落啊 这个2004年才被发现 是吗 是 那以前您 您们这个匈奴是隐居在这里是不跟外界交流的是吗 对 哦 对对对 那为什么后来又敢于跟这个外界交流了呢 都开放人来吧 大家现在行之后开放人来他们都没事了 那2004年之前为什么不敢跟外界交流呢 他们不会对外面说他是匈奴处 他们没说过 是不是当年这个匈奴意思是跟这个 就是还有些担心对这个民族融合这方面的事情 也许是吧 哎 这边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房价 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栋 看这口石头井啊 这种井在我们中原地区是没有见到过的 这是草原民族特有这种石头井 看到没有 草原印嘛 来这个地方 让他们还保持着那种草原的生活习近啊 很多这种匈奴家里面啊 门前啊 都有一个照避照避上面 画着他们草原的生活场景啊 这是个女子策马扬鞭啊 那边有人在喝奶茶 醉原土造铁藤谷啊 全来观察美罪书 这边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匈奴碉堡啊 就是当年他们用来防御的 我们现在出发去找这个匈奴的县楼啊 来这里看看 这还有一处匈奴的婚房 这个房子呢 看情况啊 像是在明朝时期的 因为唐朝至今 如果说保存下来的房子 不大可能 给了两个很大的喜字啊 看看 浩克匈奴啊 这也是一个照避 他们很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啊 但是只跟于此呢 在战乱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 看看是个什么样子 有好多的上面那种 长条形的应该是撂望孔 然后这个小的呢 应该是射箭孔啊 他们这个直角啊 都对向西北 什么意思呢 就是包括这个房角什么的 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他们这个方向啊 就是他们的故乡的方向 这个现在呢 不知道能不能参观啊 这儿写的建楼 没有人 建楼 看来我还是没有记错的 看见没有 建于原末 属建村是64幢建楼 当年这里有64个建楼啊 建楼四周都有建孔 西北方向的瑞角 指向匈奴固地啊 64个建楼呢 如今已经看不到太多了 这是唯一我能看见的一座 每一个建楼配一个四项庭啊 表示他们 看里面 声传墨北加风阵 名落南西 市则场 表达了他们的四项之情啊 这上面的建孔啊 看到没有 整个这个建楼是布满了建孔 如果想当年的整个村子里面穿梭啊 你想想敌人是不是有去无回呢 谢谢大家